一谈到早年的国产游戏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无非就是仙剑奇俠传 轩辕剑之类的武侠游戏嘛 满堂花醉三千克一箭双寒十四周 这股浩然英雄气 也是引爆了无数少年的人性和幻想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嘛 不过说实话 武侠游戏我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随后我就在想啊 早年的国产游戏真的就只有古风游戏吗 啪的一声很快啊 我直接掏出了我的童年遗憾 阿猫阿狗 一款1998年发售的国产RPG游戏 这款游戏不同于我之前解说的任何一款游戏 因为它既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也没有什么晶片大反转 游戏的例会和剧情也很幼稚 它所描绘的世界成年人根本见不到 所以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游戏的开场 男主乐乐时隔五年重新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生活的木桶镇 但原本热闹的小镇现在却变得格外冷清 告示牌上还写着 最近有风猫出没 请注意安全 刚往前走几步 就遇到了一伙猫群 还好在发小阿康的帮助下成功逃了出来 和阿康交谈后得知 现在镇子上的猫都很疯狂 几乎已经占领了整个小镇 乐乐提议重新建立木桶小队 一起维护小镇的秩序 自己的叔叔约翰家里还是蛮大的 可以做小队的秘密基地 阿康听了后直接吓得一哆嗦 因为约翰前几年就已经去世了 他留下来的房子也成了闹鬼的凶宅 原来乐乐的父母非常不喜欢约翰叔叔 所以也就没将叔叔的死讯告诉他 约翰的家是一座建立在悬崖边的古怪城堡 这玩意要是放在童话里妥妥的反派住宅 来到城堡门口 一位天使魔让的女孩正在呼唤约翰的灵魂 却被突然出现的鬼魂吓掉了光环 他是这个镇上的天使 是来带约翰上天堂的 可约翰却一直不愿理他 似乎对这个世界抱有很深的执念 约翰虽然已是鬼魂 但一看是自己的大侄子来了 立马收起了惊悚 连忙将众人招呼进屋 约翰不肯上天国的理由是极其滑稽的 前段时间镇子里想盖一条马路 约翰出了不少钱 但前提是将约翰的名字放进马路里 结果镇长将马路取名为 不是约翰的路 还笑着说这一切都是按约翰的要求来的 嗯...这个执念还真的是蛮深的 小镇里存在着很多充满同趣的对话 或者以成人的视角来说 黑色幽默 比如有只家猪 在很小的时候主角非常童言无忌地告诉他 猪的命运就是被人吃掉 听到这个消息的猪吓坏了 连忙躲进了山里去 结果差点被山上的狼吃了 从此以后他就想通了 反正都要被吃还不如留在这里 好好享受活着的日子 不用太烦恼 嗯...就非常的同趣 如游戏名所示 游戏的前期剧情就是收编小镇里的狗和猫作战 猫群之所以如此强大 是因为它们背后有个人类在领导它们 交给它们战术与团结 而狗大多数都是嫩头心 只知道无脑冲锋 单挑就是它们最光荣的打法 游戏里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战斗系统 开发者称它为快速动感的即时战斗 玩家的攻击并不是传统的回合制攻击 而是根据能量值填充速度发动的 只要你速度够快 别人打你一拳的功夫 你可以打别人十拳 游戏里还有一套非常惊艳的合成系统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丧尸围城啊 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每只狗的性格刻画都非常到位 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绅士双狗 在与猫群战斗的时候 它们躲进了纸箱 还用这一套正经的哲学理论 包装着自己的懦弱 实际上这不是逃避事实 而是远离世俗脱离凡城 以纯粹的哲学观点 是不是我们完全看不见外界 外界就不存在了呢 小时候看到这一段 觉得它们是在掩耳盗铃 现在长大了再看 好家伙 唯我主义是吧 猫群的领导叫猫王 是一个带着南瓜头的古怪家伙 他对男主可以跟动物交谈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猫王并没有这小能力 只是一个普通人 领导猫群靠的是训猫术 打败猫王后 他提议将小镇分成两半 一半归猫 一半归狗 这样大家互不干扰 井水不犯河水 不是极好的吗 乐乐想起了之前天使说的话 打架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不论谁输谁赢 都一定会有人受伤 于是也就答应了 猫狗大战也就暂时宣告结束了 小镇里有一位凶狠的老师 木桶教皇 为了让乐乐去学校上学 他不惜与还是孩子的乐乐决斗 小孩子不懂事 大人管教一下是天经地义 凭什么不可以 我好心指导你 你充耳不闻 这不是变坏的前兆还是什么 至于约翰叔叔的灵魂 就是你的异想 不爱读书 所以才这么迷信 显然这样的暴力教育 只会让孩子越来越叛逆 引导的过程直接被他跳过了 他还嘲笑乐乐所谓的朋友 不过是一群乱咬人的畜神 还叫来了捕狗大队 打算对所有的野狗格杀勿论 狗不存在狗权 小狗给医院做解剖 最痛恨的就是这些破坏大家生活品质的畜神 畜神就是畜神 坏小孩要打才会乖 这就是木桶教皇的教育之道 眼看狗群就要完蛋了 猫王却赶来救场了 再次醒来 李氏在医院 不可对也被猫王赶出了小镇 好奇怪 猫王一直在跟狗群为敌 应该巴不得狗群被赶出小镇才对啊 为什么要出手相助呢 医院是病人静养的地方 应该是安静的 但病房门口却有两个人正在吵架 走进病房 发现天使居然躺在这里 这是天使原本的身体 原来女孩之前出了车祸 陷入了昏迷 意识和肉体分开了 从此以后 她就被迫成为了天使 但其实 她不是回不到身体里去 而是不愿意再回到身体里去 门口吵架的两个人是她的父母 一直吵着说要离婚 现在因为女儿昏迷不醒 所以才没有真的去离婚 因此 女孩不愿醒来 因为在她看来 只要她醒了 父母就会离婚 她就会失去自己的父母 父母吵架最伤心的 其实还是我们小孩子 希望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但有什么也做不到 那种无助和无力感 真的很绝望 病房前两个人吵得很凶 说什么都不理主角 但当主角提到 有办法唤醒女孩时 他们不约而同地看下了主角 你们需要拿出诚意 发誓以后和好如初 只有这样 你们的女儿才愿意醒来 你们想想 如果你们的孩子一醒来 就要面对一个破碎的家庭 她不是会很痛苦吗 男子显得有些不屑 觉得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 但在女方的强烈要求下 两人还是打算试试 编上一位侦探谋让的人表示 我观赏你们很久了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吵架 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如果找不出问题的根源 以后还是会再吵的 所以你们口头承诺是没用的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们两个人只要一友不痛快 立马就会不顾别人的感受 直接说出来 然后彼此都会变得不愉快 结果就是你们两个成天吵架 好家伙 情感专家是吧 从父母口中 我们知道了女孩的名字 真梦 他说告诉女孩 父母的矛盾解开后 女孩的灵魂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三人紧紧相拥 做父母的 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威威娅从窗边飞过 变成了鸽子 满地的斜羊 从鸽子窗外晒进来 阴霸也一扫来空 困惑什么的也都解开了 不够袭击事件后 镇长就把那个木桶教皇老师开除了 现在木桶教皇正在教堂祈祷 向神忏悔 编的小伙伴直接直指要害 你既然愿意向神认错 为什么不直接对我们这些当事人道歉 这种忏悔 不就像今天你欠了我一百块 结果你却拿去还给别人一样吗 你到底是在真心悔过 还是在寻求安慰 自我欺骗 你是在拜佛 还是在拜自己的欲望 以孩子的视角 审视成年人的世界 是如此的单纯 却又如此的尖锐 侦探表示 导致真梦昏迷的车祸 并不是简单的意外 这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真梦的父亲是国家调查局的工作人员 因为要调查木统正的遗迹 所以才带着家人搬到这里 遗迹是国家机密 所以一般人都不知晓 隔壁大都市企业 就对这项遗迹很感兴趣 真梦家出的车祸 就是一起蓄谋已久的谋杀 因为木统正平时根本就没有汽车出入 说完就怂恿主角 跟他一起去真梦家里调查一下 这位侦探自称是名侦探 不能从事这种非法工作 于是就说 我有个朋友 叫明怪盗 其实就是换了一身衣服而已 好家伙 我直呼内行 这有打电话给怪盗基德和克难 真梦父亲的房间里 有一条暗道 但没有钥匙 没有办法打开 所以只能作罢 刚走出真梦家门 警察就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主要感到很惊讶 为什么警察会知道 哈哈 那是因为我事先把怪盗的预告状 放在了警察局里 这就是怪盗的风格 我丢你吗 看着左里的人一个比一个怪 骑着狗扎着辫子的 是镇子上的理发师 叫快刀张三 虽然是被警察抓进来的 但这个张三并不是法外狂徒 相反 他是极具正义感的 很久以前 张三的兄弟去大都市发展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了无音讯 他找到了兄弟上班的地方 结果却被告知 兄弟因为工厂事故 已经死了很久了 工厂故意不通知家属其死讯 是因为只要家属不知情 就可以省下一笔赔偿费 简直是丧尽天良 在1998年 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 这种事是真实发生的 张三抗议了很多次 但都被驳回了 穿着红色紧身衣的叫闪妖侠 是正义的捍卫者 以前是大都市的报社职员 退休了没事干才出来当的英雄 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阴谋 人心污染计划 他们认为 人的心灵越堕落 物欲之心越普遍 就越容易赚钱 大都市已经被污染得差不多了 他得知后决定扮成孩子心中的英雄 来拯救大家 另外一个散撞模样的胖子叫肉丸 是大都市黑社会里的小跟班 小真的警察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 在真梦父母的保释下 我们也就被放了出来 此时镇子里的猫群找到了我们 猫王不见了 而他们猫又很不擅长寻找东西 所以求我们帮忙寻找 在镇长的房间里 我们居然找到了猫王的衣服 巡舍器位一路寻找 终于找到了猫王 这个小镇的镇长 他被黑社会绑架了 肉丸虽然是一个黑社会 但本性并不坏 看到主角的到来 立马就把镇长放走了 黑社会之所以要绑架镇长 是想让小镇群龙无首 这样大都市企业 就可以顺利推整 人心污染计划了 镇长是大都市企业总裁的女婿 大都市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利益 扩张市场 曾经下了一番功夫去研究人性 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如果能让人性变得更加贪婪和虚荣 就可以让产品卖得更好 不择手段 宣传 洗脑 鼓吹消费 甚至营造出一种价值观 只有拥有XXX才是幸福的 本质就是影响消费心智 把非理性消费包装成必要消费 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消费主义 镇长的夫人是典型的大都市人观念 觉得反正有钱赚就行 于是镇长就跟他们决裂的 来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木桶镇做镇长 之所以要扮演猫王 是因为他知道大都市企业迟早会将魔爪伸向小镇 既然法律不能保护我们 那就自己组织一支秘密军团来抵抗 但他没有办法控制猫 所以才会造成猫狗大战的局面 乐乐具备和动物交谈的超能力 于是猫王就提议让他来担任所有人的领袖 猫猫和狗狗肯定是各自不乐意的 但小镇现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如果还是这样彼此恶斗下去 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 狗群和猫群都会被大都市企业处死 因为猫猫狗狗对经济的发展一点好处也没有 小镇里新来了一位名叫红珊瑚的女孩 她是大都会企业总裁的宝贝孙女 也就是镇长的女儿 是一个喜欢使唤人的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她有一个开发玩具的玩具师 专门开发一些杀伤性强的玩具 因为现代都市人喜欢刺激 如果你有讨厌的人 那我发明的玩具就可以帮你狠狠地教训对方一顿 多爽啊 只要买的人高兴 唯有钱赚 有何不可 就比如这只大熊 是都市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最擅长暴力 贩毒和坐监犯科 只要给大熊套上热爱家庭 有情有义的人设 那么他们就是英雄 多酷 多辣 那些青少年喜欢的不得了 我靠 这根本就不是英雄好吗 这是蛊惑仔 红珊瑚会用大熊攻击我们 是知道最后还是红珊瑚的父亲出面 才平息了这场战斗 红珊瑚虽然有权有势 但他过得并不开心 外公能给他买很多很多玩具 可是都没时间跟他玩 更不愿意跟他讲话 那些炫酷的玩具 只是为了伪装自己 焦纵大小姐其实是个 渴望被爱的小姑娘 哎呀爱了爱了 大都市企业的总部 是一座非常工业化的大楼 建立在火山口 直接吸取火山能源使用 住在这里的人 都已经被人性污染计划染透了 或者说变得非常功利 从老百姓身上才能赚钱 一位名叫自私夫人的女人 对自己的丈夫非常不满 因为她的老公实在是太仁慈了 她设计的房子 30年都不会垮 应该再省点钢筋水泥才对 住在这座城里的人 糟糕的品信直接写在了脸上 吃了眼 炫耀 弄权弄势 以高傲的态度屏蔽所有人 最后是人性淡薄 都市社会的现实 穿着西装 人模人样的男人身后有只恶魔 流浪汉在唱歌 他却说是噪音公害 大都市生活要的就是高级感 这位西装男叫皮果 奉总裁命令 要对镇子里的人洗脑 这样他们就会成为 大都市企业的死忠客户 变得和这些城里人一样 为此他设计了两套方案 一套软的 一套硬的 第一套方案 先让黑社会惹事 然后企业以替天行道的名义 将他们全部抓起来 一下子企业形象就建立起来了 等那些人放下防备后 就用媒体第二波洗脑 让那些人成为商品的奴隶 不过这个计划 最后被主角朋友们揭穿了 第二套方案 用玩具大军将这片土地上的人赶走 在他们原本的地上 造高科技消费别墅和工厂 政府官员已经全部被他们打点好了 那些农民只能搬去城里居住 皮果是一个高学历的律师 农户一旦爆出粗口 他就说农户诽谤他的人格 你们这些学法律的 只会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利 却将别人的权利踩在脚底 这个皮果实在是可恶 边上的狗不禁调侃道 我观察人类很久了 人类的智慧非常高 但为什么行动却不这么高级 会欺压自己的同胞 连我们猫狗都比不上 真的是不免的让人发出一阵冷笑 镇子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宗教组织 拜金教团 财富乃神恩之证明 有钱人就是圣人 权势乃神宠爱之见证 有权之人就是伟人 弱者不可违抗强者 违反者大逆不道 违抗真理之辈 最终不过无等血之制裁 此乃铁之定律 这是何等无爱去的价值观啊 但奇妙的是它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 金钱至上的时代 金钱就是社会的主导和价值观的核心 这是一款1998年发售的游戏 但它真的非常写实 非常大胆 非常超前 游戏的最后 我们将与皮果体内的恶魔决战 但唯一能封印它的 只有神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神 那些都是骗人的 不但没有神 而且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善恶 善就是恶 恶也可能就是善 胡说 连黑社会的人都有良知 只有你们大都市企业的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才会不顾别人 良知 笑死人了 为了别人 就叫做良知 小鬼 一副什么事都想得很天真的样子 今天我不把别人踩在脚底 别人就会反过来 先把我踩在脚底下 所以 我这根本就是正当防卫 将恶魔勾引去教堂 这梦会化身成天使 用神的力量将恶魔封印 神从来就没有舍弃人类 一个人如果没有善良的心 神又怎么会去帮助他呢 神是存在于每个人心底的 恶魔虽然被封印了 但人类的劣根性是无法改变的 在真梦刚才变成天使的时候 他预言道 因为人类过度抽取火山的能源 让原本安定的火山又开始了运动 等会火山就会爆发 居住在城里的人都得完蛋 跑去城里做疏散工作 却发现这里的人 根本就不相信火山会爆发 你与他们坦诚相待 他们反而认为你是在算计他们 以最恶毒的意图揣测他人 充满心机的都市社会 早已渗透进他们的骨髓 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 在这里就是一个笑话 岩浆顺着火山留下 整个大都市都燃烧起来了 好似人间地狱 真正的世界末日之前 必定是人性的末日 这句话果然不假 最后的最后 皮果和玩具师卷走了大都市企业所有的钱 准备做着自己的载具跑路 这个社会钱和成就才是一切 但讽刺的是 为了防止商业机密外流挨装的自爆装置 最后却害死了自己 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恶人必有恶报 木丛小队成功守护住了小镇 接下来就是去大都市拯救幸存者了 真梦亲了一下乐乐 以表欣赏 而阿康也在跟红珊瑚的相处中擦出了火花 他主动索稳 但人家是大小姐嘛 肯定是傲娇的 怎么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你呢 所有人一起出发奔向大都市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游戏也迎来了结尾 约翰也放下了执念 上了天堂 时隔23年再次打开这款游戏 居然发现别有一番风味 真正优秀的儿童游戏 必定是老少皆宜的 我对这款游戏的评价很高 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 最适合小孩子玩的国产游戏 它并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 而是以玩为原则 教会孩子们人与自然 树立正确的三观 以儿童化的视角 对现实的丑恶大胆讽刺 这样的游戏 在如今的国产游戏浪潮下 是几乎不存在的 接近白手的背景音乐 也是令我赞叹不已 游戏里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对话 但因为会影响叙事的连贯性 我把它们删除了 比如说乐乐和天狼星刑警的这段 乐乐觉得上学太无聊了 还不如做一些对大家有益的事情 随后天狼星这样教育道 孩子的本质工作就是学习 人类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 今天农民不种地 商店不卖东西 警察不抓坏人 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正常运作 做好自己分裂的事 社会才能正常发展 这样的劝学真的非常清新脱俗 一下格局就大起来了 路边随便拉一个人 对话也是极佳的 一加一等于二啊 怎么会变成十一呢 任何事情一旦陷入主观的迷宫中 乌鸦都可以讲成白的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很有味道 在游戏的电影院里有一个密室 进去之后便会见到游戏的制作组 以及大名鼎鼎的轩辕剑之父 蔡明洪 阿猫阿狗不错吧 无论有什么意见感想 都可以写给我们 那是我们的精神动力哦 每个主创人的想法都写在了这里 玩家和制作组在这里得以交心 这个彩蛋真的是太酷了 最后是1998年发布的阿猫阿狗 一款少有人知晓的优秀国产游戏 处于比较少见的类型 在我看来还是蛮不错的 也算是一部宝藏作品了 今天分享给大家 好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可以点赞投币关注一下嘛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